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1月14号的台股最前线 今天的台北股市是连续第四天 呈现了这种向上走高的一个行情 指数的一个部分 早盘先是一个跳空开高的行情来做开出之后 很快的把整个指数的一个高点 推升到了12186点 离原本的前波高点12197点 它大概仅仅只有相差11点左右的一个空间 而后虽然说指数的一个部分 没有再进一步向上去做一个走高 但整体而言也都维持一个相对强势的一个整理 但到了尾盘的时候 我们还是看到这两天的一个特色 就是外资针对台指期的一个结算 在尾盘有向上拉抬的一个动作 中场台北股市是上涨了66点 来到了12176点 好那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今天的一个高点 或者说以收盘价的一个位置来看 离整个波段的一个高点 它也仅仅只相差18点左右的一个空间 因此明天刚好是1月份台指期的一个结算日 因此我相信对于投资朋友而言 当然最想要知道的是到底台北股市在明天 有没有一个拉高结算 同时再度创下整个波段以来新高的一个机会 那我想针对这一块 事实上我想在整个大架构的一个部分 我们在昨天的一个节目当中应该有跟大家做谈到 现阶段外资对于整体拉高结算的一个态势 它其实是非常明确的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它有没有一定要去突破这个12197 我想以整个所谓指数的一个位置来看 它只要维持在一个相对的高档 对于多方而言 它就等于是一个大获全胜的一个状况 那至于说要不要去往上去做一个大幅度的推升 我想这个还是必须要搭配 今天晚上美国股市的一个表现 尤其是在于今天晚上 实际上开始进入到美国股市的一个超级财报州 在今天晚上的一个开盘之前 包括了像是摩根大通 包括了像是花旗银行 这些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型金融机构 都要开始去做公布财报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那这样的一个财报公布出来表现好不好 当然它会直接牵动整个美国股市的一个表现 但这个部分我想我在节目里面 我就不要花太多的时间来做一个赘述 如果说有兴趣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同样的你可以去在Money DJ 夏老师的一个部落格 我想我们都有去跟大家做非常清楚的描述 到底要观察什么样的一个重点 我想我们在里面都谈得非常清楚 那对于台股而言 当然如果今天晚上美国股市表现不要太差的话 我认为明天开盘没多久 它就能够创下整个波段以来的一个新高 所以这个部分对于行情来讲 我们认为还是一个比较偏向多方的架构 是没有做任何改变的 但是在礼拜四之后 到底台北股市能不能够一路公道封关 因为我们通常知道在结算日的时候 它其实通常会成为一个短线行情上面的一个转折点 所以重点到底怎么结算其实到冰股市最重要 而是在于礼拜四之后 包括了美中的一个协议 这个协议应该会签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 但是签完之后 会不会走利多出境的一个走势 它其实跟一档个股的走势 会有一个非常高的联动性 这档个股就是一样在礼拜四召开法说的台积电 因此这两件事情 它会直接牵动 台北股市在礼拜四礼拜五 乃至于下个礼拜一的一个行情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归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操作逻辑 就是这个时间点当中 我们选择一些营收双成长的一个股票 我想因为它具备有一定的一个基本面存在 即便这个行情在礼拜四礼拜五之后 出现了一些比较回档 或者是震荡的一个走势 这一些个股它都能够呈现相对抗跌这样的一个格局 所以整体而言 当然包括你从技术指标的角度来看 我想我们昨天也跟大家谈到 你就KD指标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到下个礼拜一的封关 它刚好会扣到这个十字线的这样子的一个低点位置 那明天能不能够创下一个新高 它会决定这个KD指标 它能不能够进一步往上去做延续 或者是顿化这样子的一个表现 因此我讲明天的一个重点 还是要去观察就是指数如果能够创高的话 当然对于这个整体的技术面维持强势 我认为会有一定的一个帮助 好但即便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离前高 如果以收盘价角度来看 大概仅仅只有相差18点左右的一个空间 但是还是有一些个股 它今天的表现是非常弱势的 例如说像什么 例如说像是2454的一个联发科 当然今天的一个行情 也有这个跌升反弹的股票 我这样指标性的个股 包括了像是国具跟红杰科 那这样子一个个股 应该说跌升反弹的 你要怎么样去做观察 或者说是弱势持续往下做修正的 你要怎么样去做观察 稍后的一个节目当中 我会针对这三档 这个非常多人在问的一个 人气的一个个股 到底后续的关盘重点在哪里 我会稍后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解析 但是如果说你手上的一个个股 在过去这几天 它的股价表现并不算是特别强势 但是你又不知道 到底这些个股是该调整 还是说该做续报的一个投资朋友 如果你需要夏老师的一个协助的话 你可以透过加入夏老师台股最前线 Lite的一个好友家族来跟夏老师来做询问 那加入的方式你可以输入我们的Lite ID 小鼠NA12953i 或者是扫描画面当中你所看到的这个QR Code 都可以加入到台股最前线Lite的一个好友家族里面 那当然如果说你不方便 或者是不会加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服务电话 02-8101-0630 02-8101-0630 有任何问题 或者是你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操作的一个投资朋友 尤其是你要跟着我们操作的一个投资朋友 现阶段我知道离这个封关 仅仅只剩下四个交易日 但是我们也考量到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顾虑 所以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加入我们的一个行列的 我们会从年后开始去做起算 同时在这个部分我们还会提供买一送一 那至于是买什么卖什么 如果你有兴趣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一样可以透过这个Lite的方式 或者是电话的一个方式 来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联系 好那接下来呢 我想我们就来谈一下 今天有一些个股它出现了跌升反弹 有一些个股在指数准备创新高的时候 它的股价反而是在创下短线上面的一个新低 那这一些个股到底应该如何来做观察 首先我们先从2327的国具 先跟各位来做谈起 那针对这档个股 我先给大家一个结论 我认为如果你现阶段 手上有这一档个股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可以先把它当作是一个跌升的反弹 但是在封关之前 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它能不能够从反弹变成一个反攻行情 差别在哪里 反弹的一个行情就是 当你的股价谈到一个短线满足点之后 它会再往下去做一个破底 那反攻的行情 当然就是进一步去挑战475 甚至创下波段新高 它能不能够从反弹变成反攻 这个部分的重点应该是在于 封关之前 就是下个礼拜 1月20号之前 它能不能够守住 今天的一个低点是397块半 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 原则上我们可以从几个技术面的一个指标 先跟各位做谈起 因为这档个股 如果你有听夏老师在非凡连线的时候 其实我有谈过很多次 当然当时大家会认为说 这个股价下跌 是因为发行GDR 溢价股本会膨胀18%的关系 但当时我也跟大家讲了嘛 这个GDR其实都还没有通过 那他所以 他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他之所以会反映这么样的一个剧烈 最主要还是因为 他12月份的营收表现 他是呈现了一个双衰退 这样子的一个表现 好 但会如何呢 以今天的一个指标 开始去做反弹的状况之下 你可以看到 当然今天外资开始有展现 小幅度的买超 但是最近期 这应该算是第一天 或者是第二天的一个买超的时候 目前看筹码 他还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意义存在 所以有关于筹码 或者是成本的部分 稍后会跟大家讲一个比较大的架构 但整体而言呢 现阶段 我觉得先不用去看法人的一个筹码 但问如何 你看到这个部分 KG开始往上去做一个翻扬 低值的部分 还在持续往下做修正 那你说这样的一个技术指标怎么看呢 我们过去有跟大家谈过嘛 看到KD指标 你第一个动作就是你要先去算 过去九天 到底算到哪一根K线 然后它的高点跟低点分别在什么样的位置 所以你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它的一个九根的K线 事实上是到这个位置 所以很简单的 它的高点是475 它的低点是这个低点是381块 然后到明天 它还是维持这样的一个格局 对不对 所以它的计算方式是没有去做任何改变的 但是到了礼拜四 是到来到这根KK 礼拜五 它的高点会开始大幅度向下去做修正 那到了礼拜一的时候 它会来到381块这个低点 换句话说呢 你只要能够守住今天的低点不要去做跌破的话 到那个时间点 整个技术面 它就会转为对于多方相对而言是比较有利的 那个时间点 你只要稍微能够呈现一些补量 补多少量 就是一样是月均以上的一个成交量 它就比较容易往上去做反弹 如果说以目前的一个月均量来看的话 大概是14200张左右的一个水准 当有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架构 然后以及封关之前能够扣到这个低点的话 简单就是你如果都没有跌破397.5的话 它应该是有机会来挑战当时1月7号的一个多方缺口 那1月7号多方缺口是多少呢 大家如果说有去有手边有软体的 你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那没有没关系 只要是讲给大家听 这个缺口是多少 这个高点是435块 然后上面那个低点是458块半 所以合理来讲 它如果维持这样的架构没有做任何改变的话 它应该会谈到这个位置附近 就是先把这样子的一个空方缺口补起来 那至于说要不要再往上攻 这个要看当时的一个状况 但是你要记住 这个行情重点的位置是在于今天的低点 为什么会这样子说 因为今天是看起来要做那个跌升反弹的第一根红黑霸 所以合理来讲 今天的低点不能破 是397块半 如果破了的话 它会回测到哪里 它会回测到9月26号以来外资买超的一个成本 这个部分我点给大家看 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个东西 就是说你会去印证一件事情 这个部分我稍后再来谈 我刚刚讲的是从9月26号 0926到今天的0114 实际上如果说我们以外资过去这段时间买超来看的话 高盛它的成本是318.98 这个部分你要看的是买进的均价 然后包括了台湾摩根士拉利大摩的部分324 美龄是331 然后东方惠里 这个就过去的里昂证券是330 瑞士信贷331 华旗环球这个比它奇端 这个还落在296块 我必须讲当时买在这个位置到现在都没出 真的是非常厉害 然后337 322 333 大概就是310到34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 那我刚刚就讲就是说 这个部分如果你回推到整个行情的 这个所谓成交的分布来看的话 我想这个其实印证两件事情 第一个你可以看到这个大量趋势落在哪里 308块到336块 对不对 这个其实反映一个概念 就是说外资 就是说大家会觉得说法人应该特别厉害 其实也没有 他们只是买在那个最大量的一个区域 差不多那个位置附近 跟市场买的价格其实差不多 所以这个部分一方面是告诉你说 回测到大量区域它会有防守 这个是技术面当中的定义 那你如果你从筹码面的定义来看的话 因为外资的成本在这里 所以回测到这个地方也会有防守 但是大家要记住的一件事情就是 今天的一个低点397.5 它不能够再做跌破 如果跌破的话 会有回到这样的一个区域当中的机会 所以这两个股就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397.5不能破 14200张以上的一个成交量 它会来攻1月7号的多棒缺口 那如果跌破就往310-340去做迈进 这个是我对于国具现阶段这一档个股的一个看法 那如果说你要做被动元件的话 我想我们还是回归到 因为我们节目的跟大家所提醒的主轴 一直都差不多了 如果说你从被动元件 然后营收创成长 法人有稍稍买超的 其实最指标性的个股 我认为还是2456的起立心 所以如果你要做的话 可能从这个方向去着手 我觉得应该会稍微比较好一点 这个是有关于被动元件的部分 另外我们再来看 这档个股 我记得昨天有投资朋友问我 那那个时候 包括我昨天的节目 其实我有跟大家谈 我那时候我有跟大家讲到 就是说 我认为他其实会有谈回到 100块钱附近的机会 但是哪时候发生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刚刚讲完 就大概昨天讲完之后 今天股价就有一个往上去做走高 这样的一个情形 当然我要讲 就是说这个股票绝对不是 下午时讲完之后就上去 我没有那么伟大 你看那个 我们节目的观看数你就知道 所以你如果认同夏老师的节目 你要记得帮夏老师把那个节目多分享出去 我要告诉各位 为什么今天宏杰科的股价 会刚好在我们讲完之后 他的股价往上去做反弹 这个绝对跟夏老师没关系 而是你从国际股市的一个角度来做着手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 我们跟大家讲的东西很简单 我们跟大家所谈到的重点都是 我认为各方面的一个面向 我们把它浓缩之后 我们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去表达给大家 为什么会这样子谈的原因 是因为昨天事实上 大家如果你熟悉夏老师的话 其实你会知道说 我们一直以来都有从国际股市的一个角度来做出发 或者我们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我在上个礼拜的 上个礼拜的那个股市周报里面 我当时还讲了一个专题 对不对 就是有关于这个超级财报周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不敢讲说我是美国股市的专家 但是我们对于这一块 我们的确是研究的稍微比较深一点 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 我记得我那天讲的不是很好 但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上网去打那个非凡股市周报 就是1月10 1月12号的一个节目 当时其实我们有跟大家谈到 什么样的族群会成长 什么样的族群会表现没有这么样的理想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重点就是说 你从中你还是可以找到一些 个股的一个契机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要回归到我们刚刚讲的重点就是 为什么今天红杰科股价会刚好出现反弹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Skyworks 这一家公司 它是红杰科的一个客户 所以你看到就是说 它昨天的股价创不然 因为你从这一波走势你会说 老师你看人家股价这么强 结果红杰科的股价一直往下做修正 所以它创新高为什么没有涨 我知道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 但是你不要忘记了 创新高的第一个 我先讲 第一个就是它这一波的一个股价走势 其实落后在红杰科之后 所以它某种程度上面 它虽然是大公司 它虽然是国际性的企业 它虽然是红杰科的一个客户 但股价的部分 它的确走得稍微比较慢一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事情是 你股价创新高 它跟一般的上涨 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当它的股价创新高之后 其实它就带给包括红杰科也好 包括全新或者是我们有这个跌升反弹的一个机会 好 但问如何 一样的一个概念 因为1月8号当时是因为美衣冲突 它所造成的低点 指数是跌到11777点的低点 所以我要讲 这个其实跟 不是说因为我们知道礼拜一要封关 所以都跟你讲到礼拜一 而是你从技术面来看 它真的就是算到同一个时间点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国具谈的是 封关之前会扣1月8号的低点 对不对 因为那一天大盘刚好是低点 所以很多股票都会在那个地方扣到那个位置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 1月8号会扣到这个低点状况之下 短线上面 它会比较有利于股价的一个跌升反弹 但是昨天来问夏老师的一个投资朋友 当时其实我有给他一个价位 就是说以正常的一个逻辑来看 这是一个M头 这没有问题嘛 对不对 那M头的一个状况之下 颈线的位置是在92块 那通常在跌破颈线之后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谈过 就是你会有一个 当初你走上去是多少 往下你会有一个等幅测距 对不对 但是以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我们先不要算124.5 我们来算117.5这个价格就好 它往上大概是25块半 好你把零头去掉 你如果从92块往下跌25块 你觉得股价要跌到哪里 这个股价其实会跌到67块钱 对不对 那你说老师 那它真的会表现那么差吗 不是大家都讲说PA族群很好吗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要再一次跟大家强调 所谓的一个等幅测距 它是你在突破或者是跌破颈线位置的时候 你先去做的第一波的一个估算 第一个它未必会来 第二个当它来了之后 不代表说它一定会立刻去做反转 那你说老师 那我们要我们要学会这个东西干嘛 它又不见得会来 然后来了之后又不见得会做反转 我要告诉大家 就是这个其实跟你要不要进场去做这档个股 是有关系的 我举个例子来讲 因为现在现在是刚好是反过来 比如说在跌破这个82块的 92块的时候 假设你是做空单 你要不要去做进场 我们先不去考虑有没有捐 然后哪时候要强制回补等等 其他的外在的一个条件 如果你今天你估算它 它就是跌到这个8788块 你要不要去做 不要做啊 因为92块下去8788 只有3块钱4块钱的空间 对一档90几块钱的股票 你的出发点是不到5% 所以这个并不是你去做这两个股的理由嘛 但是当你认为说它股价会跌要67的时候 要不要做 当然要做啊 当然它会不会来这个位置 会不会来这个位置不一定 但是当你估出这个东西的时候 这是让你进场去决定要不要去做操作的一个基准 好 然后除此之外呢 你说啊 估出来它就一定会到吗 我跟各位做报告 通常这种大型的头型 这种大型的头型 它如果说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即便它不是走这样的一个模式 它都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整理 所以重点是什么 我不来这个位置没有关系 但是我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整理 当整理的时候 你的 我们现在刚刚讲的是那个反方向 所以你的空单 它其实就会有退场的机会 所以这个部分是提供给大家在操作的时候 一个参考的概念 因为你不如把它反过来 假设它是一个大的W底 我突破之后 我算出 它股价会涨到117.5 这里是92块93块 做不做 当然做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刚好是一个颠倒的概念 那至于说会不会来117.5 这个不一定啊 那假设来到100块之后就做整理 它开始做回测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 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去做退场 这件事情是 让大家第一个 我可以知道说它大概会到什么样的价格 第二个 当它股价开始横弹 或者是做反弹 或者是开始出现回挡的时候 你要提高警觉心嘛 因为整理是改变一个行情原本趋势最好的方式 所以目前 回过头来 这个讲太多了 重点就是说 以现阶段的一个价格来看的话 它不宜再去跌破92块 要弹就弹上去 就一口气谈到该谈的价位 那如果没有的话 如果再破这个92块 它就是一个头刑嘛 所以头刑合理来讲 我认为它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你要把它当作是 它会回到那个 回跌到67块的那个趋势里面 所以为什么 昨天问我的投资朋友 我会跟他讲说 应该会有反弹的机会 但是 92块 第一个我要站上去 第二个我站上去之后 我不要跌破 它才会有利于它的股价往上谈 至于说谈到哪里 很简单的概念嘛 11月29号以来 投信卖超的成本 102到104 同样的概念 我点给大家看 我看一下 好 讲的时间稍微比较久 我们再看完这一档的成本 其他的我就用带过了 我刚刚讲几月 11月29号 129 129到现在 投信卖超的成本 我刚刚写错地方 应该是在100块 这也大概96块 当然这个稍微比较低一点 但正常来讲就是 100 102 101 102 102 104 所以合理的价格 它大概就是100块钱 到104块钱 这样的一个价格上面 当它谈回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要注意哦 如果谈起来 有量 如果你真的套得比较深 你想要拼拼看 看它会不会回到100块钱以上 甚至突破你当初买进的成本 它要有成交量放大 它才会过得去这一关 那成交量放大到多少 这个你看下午市的节目 一段时间了 你应该知道嘛 什么量 不是要看大谈 什么量 大盘 对不起 月均 对不起 月均量 一直打到大盘去 好 这档个股的月均量是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 22 好 这档个股的月均量是 8261张 今天有嘛 那后面我们就看 还有没有 那有 你先往上谈到 100块钱出头 然后再往上 你要继续往上去做放样 你才有办法突破这个 这个所谓的一个套牢区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谈 大家很关心的一档个股叫做2454的联发科 那之所以会谈这一档的原因是因为我今天有一个会员朋友问我说 联发科跌到这个价位可不可以去做买进 那当然我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大家如果有这种拉回找买点的概念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但是你要去判断的是这个拉回它到底是不是属于正常的一个架构拉回 为什么会这样谈呢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个股价收盘是416块 对不对 它跌破了一条移动均线叫做季线 这个位置是418.01 那你说老师破季线有什么大不了的吗 我告诉各位 这两个股它有多久的时间没有跌破季线 我们一起来看 这样个股上次破季线你知道是哪时候吗 上次过季线你看这里大概就测一下测一下 当然它会不会测一下之后就上去 这个不好讲 但是如果说以收盘价跌破当时是在2019年的7月8号 如果说我们再把时间拉长一点 有整条股价跌破季线的位置的时候 这应该是在去年的1月初 所以大概是相隔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这里是跌破就上去跌破上去 如果它这一次没有办法很快去站上的话 它是相隔一年的时间再度跌破季线的一个位置 这个其实我觉得要提醒大家 它的趋势可能会做出转变 尤其是在于这个时间点 你看这个是季线的扣底 10月15号 那明年礼拜三 礼拜四礼拜五礼拜一 到封关之前它不会有什么变化 但是在回来之后 我记得我们是30号开盘嘛 30 31 然后就礼拜六礼拜天 然后到2月1号 好无论如何 这一段过程 这一段过程 它是整个2月初到2月中旬会扣到的一个位置 这个很危险哦 为什么 因为当你扣完这一段之后 其实它股价已经在400块钱以上 那也就是说这个过程里面 如果你没有弹上去的话 季线会开始去做下弯 对不对 那季线下弯更不要讲月线的部分 这个会后面可能 如果你弹不起来 它很容易会死亡交叉 为什么 因为我月线的部分 礼拜三礼拜四 对不起 礼拜三礼拜四 它在两天的时间 它会把最高的那个值踢掉 那什么意思 就是你不论你的股价是涨是跌 除非你供应跟涨预板 又回到460以上 你的值因为高的踢掉的关系 所以这个部分它会加速下弯 现金动我还没有办法告诉大家 什么时候会死亡交叉 但是当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 你要留意 那当然大家会讲说 老师你过去你带非凡 你也讲过联发科 为什么这个股价会这样子 所以我告诉各位 基本面不是不好 但是你一定要搭配技术面来看 之前大家讲的都是5G的金面价格 那个蔡立行主持的那档法说会 我还有听 两天是线上的法说会 但是现一段是郭明奇 这个争议很多的一个分析师 他今天发了一篇报告 他说5G的金面价格在你年开大 我知道大家可能会 有人会把它当反指标 有人会觉得他很神 这个都不是我们讲的重点 我过去我有跟大家谈过就是 别人讲什么 这个不是影响到 应该说他过去对于这个 个股分析的准确度 这个不是你作为 这两个股到底会不会对的评断标准 什么意思他过去讲过 不要讲人家 反正我记得我们之前讲这个东西 是因为这两个股 你还记不记得 3019的牙光 那时候我们讲到的重点是 我记得他在这个地方发 因为我们是这一天买的 然后那一天有谈到那个 不好意思我看一下 那天有那个华为 华为他发了一篇报告 是华为前往式的镜头 对不对 你还记不记得我在节目里面 我跟大家讲说 我应该这样讲 我们那时候是跟大家谈到 你先把这个东西拿开 就是你不确定他到底讲了 是不是真的吗 所以你把这件事情 把它先撇开的状况之下 这一档个股到底可不可以买 所以你有印象的话 我们当时是跟大家谈到 那时候Tesla的股价 在创波乱新高 虽然说后来讲出来的财报 不是非常的理想 但是你看 国外公司主要客户在创新高 所以当时我们进场 在尾盘去做买进 然后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 我记得我们在这一天 把它全数出清 100块出一次 106块出一次 所以平均成本103 你说这是不是 郭明奇讲到的股票 是 但是我刚刚讲的 我们要去评断 这件事情合不合理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 你觉得合不合理 我必须讲 高通跟联发科 这个竞争 一直都存在 所以这个部分 如果说有价格战 其实我觉得也不意外 但问如何 它的股价是 有出现转弱的一个现象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先看 它从12月18号 这刚开戏 它转为卖超 成本427到47 我就不带大家看了 时间不够 但是我要讲的一个重点是 你有没有 注意到这一档个股 它现阶段是 头肩顶 头肩顶 的 左边 顶 不是底 头肩顶的 左边 中间 现在差哪里 差右边 会不会有右边 不知道 但是当这个股价 有出现反弹的时候 你不要看到说 股价涨了 我就一定要做或怎么样 要每天去做强短 不要这样子 你要去想 万一这个右肩 它真的是弹起来做右肩 它会弹到哪里 你看 所有的东西 它都会告诉你在同一个价格上面 这里是434 对不对 这里成本是427到47 我们抓一个中间值 437 对不对 月均线在哪里 440 所以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告诉你说 它弹到这个位置附近 它有可能会做右肩 那你说老师会不会整理完之后 又往上攻 也可以 但是你等它整理完 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去 做强劲的动作 所以我不是说这档个舞不好 我讲真的 全台湾没有一家IC设计公司 比连巴克还要好 但是一家好的公司 不代表它什么时候都可以买 所以我也谈过 公司其实没有 当然我不会去找那种很奇怪 就是可能没有几张成交量 或者是说 那个公司 公司默默无闻 或者是没有集团的一个资源 这样的公司 我也不会带你去买 但是你要去想的问题就是 公司其实 重点不是那公司的好坏 是你买在什么样的价格 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如果谈起来是无量的 坐右肩 那你在这个位置附近 我是建议大家 要先做出场 这个部分 就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 那最后我补充一下 我们过去跟大家所谈的几档个股 包括6451的迅心 好 迅心是我昨天跟大家谈到的一个个股 今天股价创波乱新高 又流上一线 好 但是这个没有办法啦 你在离前波高点这么近的时候 你只要往上供 都会有获利调节的一个卖压 但是我们要看的是一个方向 一个趋势 当然 它在这个过年之前 它能够供多少 这个我不敢给你做保证 那如果说供上去 我可能也会做调整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重点是 我们撇开过年这件事情不谈 它从12月30号买超到今天 成本大概是160到164 它同时具备有光纤 因为昨天我们谈过嘛 它是光纤的封装 然后PA的封装 所以回过头来 你这时候你去抢 如果你手上有的 那就另当别论 但是你如果手上没有的 你去抢这个的反弹 弱势现行的反弹 你为什么不做多头格局的股票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大致上是这样子 那我觉得重点是什么 这里你说老师 就这里就182过不去 但是你光看筹码 你会不会发现 这两个有很不一样的地方 这里离钱高这么近 大家都知道 不要说你在股市当中多久 我相信那个你刚进股市 你都看到前面有个套路区 但是为什么投信敢买 难道他看不到吗 我觉得大家可能要稍微 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这应该会在两天 两天左右的时间会黄金交叉 这个部分提供给大家来做观察 然后晶电的部分 晶电当然外资呈现 比较大幅度的调整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这样我们要看一下说 是谁卖超吗 好 这是2448的晶电 今天股价是开高之后走低 我们昨天谈到说要放量 但是就给下午市落魁 但是股价其实没有跌 那这个部分大致上是这样 那我要跟大家讲的重点是说 这个还是要稍微看一下 因为这个要看这个才会清楚 就是说我们以今天是2020年 0114 好 今天谁卖超最多呢 是瑞士信贷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瑞士信贷 过去这个分点的交易状况 好 你看下方这个位置 它的日期是从下面往上拉 所以这个部分是这样子看 然后累计买卖超在这地方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对不对 近买超啦 6577 它买进的成本是多少 32.86 今天出5263 它卖出的成本是33.78 也就是说 它今天卖的 是这一个时间点卖出的 买进的股票 但是你会发现这家公司 它一直很喜欢做什么事情 短冲啊 对不对 这里买4500 隔天就出4100 所以它股价只要往上攻了 它其实第一时间 它就会去做出厂的动作 好 但问如何啦 我是觉得整个大的架构 因为毕竟 它在这个波段的过程里面 事实上不是只有买5000张嘛 对不对 你如果去稍微看一下 金店过去这一段时间的买超来看的话 这一天是3437 这也是17000 所以就2万张 然后50005000就3万张 那现在出了5000张 所以它有两万5000张 我是觉得 这个股票其实不要用这么短线的角度来看 这个部分我们能够谈的就是这样子 那原项的部分大致上也是如此 就是今天大家很谈到很多 有关于这个豪威 他要去调涨CIS的报价 好 跳不出来 跳不出来就算了 反正我们看一下 这样子可以 好所以投信继续买超嘛 那外资本来就不是这一波的主力 所以重点倒不是 外资在这个时候买超 所以你说老师到底要看谁的 第一个你要看谁买的比较多 第二个你要看谁买的比较早 所以以目前来看 我是觉得问题不大 虽然我们在164块 我有去做一部分的获利了解 但是我没有接回来 的原因是因为要过年了 我不需要你手上卡一堆股票 投资票你要去想一个问题 如果你每天 你说老师 今天起一角 然后原项 起多少 起高盘 对吧 然后 信心的部分 今天也是呈现 小涨五毛钱 你说老师 你手上的股票不强 但是你要不要去思考一个 我也就是说 我今天如果每天手上都有强势股 除非那个股票是连续喷出 如果不是 你老师每天都有强势股跟你讲 代表什么 他每天都在买股票 那问题是你能够买其他股票 你去想这个事情吗 你家不是开银行的 你是要每天买一支新的股票 股票都不用存吗 旧的股票都没有抠出 然后一直叫你买新的 然后后面旧的涨上去 如果你要买新的 你就要把旧的卖掉 但旧的涨上去之后 他又告诉你说旧的很好 老师朋友 你要想清楚吧 现在是2020年 这是做节目的手法 不是操作的手法 对吧 所以正常来讲 我就讲了嘛 正常来讲 你一个月了不起 六档七档股票差不多了 你三天做一档股票 你还涨时间多短 对不对 那当然我这个月 我没有做那么多股票 原因是因为 刚好卡一个过年 但是过年的时间 一样你挑到对的股票 你还是会有价差 对不对 我想原相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也拉了十块钱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重点不是在于说 当然我过年时间 接近过年 我的那个档数限缩 原因是因为 我要在封关之前 我要决定我要不要出清 所以我买一堆 所以他是绝对 他不会有利于你去做那个判断 但是正常的逻辑底下 正常的会员大概就是三档到五档各国 不会说像这个时候比较特殊的情形 但是我觉得大家想清楚的是 重点是在于说 你要赚钱 他其实不是说 要去在意这一天两天的时间 我觉得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有机会我就带你做 没机会我们就看 对不对 不是每天就要穿来穿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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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会好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 节目时间的关系 我想我就大致上讲到这里 那如果说你手上有一些持股上面的问题 同样吞几港 吞四港 2019年的负担不要带到2020年 同样的 诸年的负担不要带到鼠年 因为你的鼠年你要数钱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 弱势的个股怎么做调整 手上摆很久的 你要去想怎么让他能够发挥最有效率的应用 所以你勾表爱做条件 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调整的 或者是你想要加入我们行列的投资朋友 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Lite 或者是我们的服务电话 来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 1月14号的台股最前线